中国全国人大上星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法案将于2020年1月1日生效 美国工商界对于中国这部外资法的出台表达了谨慎的欢迎 但是也有批评认为在美中贸易战的局势下 北京新出台的外资法恐怕很难打消华盛顿的疑虑 我们邀请美国PN系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Bill Adams对此做出分析 欢迎叶文斌先生 林庆祝你好 首先请您谈一谈您本人对北京出台的这部外资法的看法 我觉得这说的简单就是做了一个信号 说中国政府想表达还是欢迎外国的公司 投资中国在中国开展业务的 那么和您本身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有关啊 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外资法出台和将来实施以后 因为要到明年的1月1号才实施 那么对于美国的银行业啊金融业啊还投资业 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好或者是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原则上中国开放国内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的行业 会对美国的金融的金融公司啊银行业保险业等等 就是提供一个很大的新的市场 但是这个新的法案是否真正的开放这个市场 还是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还是很难说的 那么当然这部这个中国刚刚出台的这个外资法 实际上在这之前呢已经这个酝酿了很多年了 那么这一次就是终于这个推出了 当然这个美国的这个工商界啊 还是对这个外资法的出台呢 持一个非常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欢迎的一个态度 但是还是有一些批评人士或者一些批评的声音 就认为北京在目前美中贸易战打得正激烈 那么两国正在进行贸易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出台这样的一部这个外资法 当然北京可能有北京的目的 但是呢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打消美国 对于中国的各方面的这些疑虑或者叫质疑 你是这么看的 说中国开放这个金融行业金融市场 其实从01年就已经开始说 中国介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 已经说很快就会开放的 现在已经19年了 01年出生的孩子 现在已经可以出家门 然后工作在竞争投票什么的 这就意味着这个 说是要开放不一定是真正的开放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动力 让中国政府促进这种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因素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有好几年是主张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外部的投资者 外部的公司是可以自由的投资和中国的金融产品 自由的买卖这些金融产品 然后可以以人民币来融资的 这样要是要实现这个目的的话 中国的这个国内的金融市场是早晚是要开放的 但是这是一个一个速度的问题 而我觉得这个法案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号 还是我个人认为我还有没有被完全说服好的 还有待观察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说一说 最近说一说这个美中贸易战 最新的消息说 说特朗普与习近平关于这个美中贸易争端的这个峰会 可能要推迟到六月份了 你是怎么看这最新的发展的 我觉得这就是说谈判正在进行当中 现在这个谈判三种成果是可能的 一个是美国进一步扩大这个关税的范围 或者提高关税的税收率 第二是取消关税 然后实行一个新的贸易的共识 然后第三就是进一步推迟这个谈判时间 然后推迟这个谈判的结果 推迟是最容易的一个选择 因为各方是可以慢慢的了解 对方是在哪些方面愿意让步的 那些方面是无法妥协的 但是我觉得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启示 推迟也就是说不提高这些关税 不再加剧这些关税 对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冲击 所以对经济前景应该是说是经济因素 好的 非常感谢美国P&E系金融服务集团 副总裁高级经济师 叶文斌先生的分析 感谢美国P&E系金融服务集团